我們來看的主題是 減斜背屏音板 結構的振動模態跟音障音階 這個減斜背屏音板 事實上我們有把它做成是一個打擊樂器的形式 這是不同音階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主題 就是針對其中一個音階 先從結構系統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發展了它的分析模型 輕型模態分析 可以得到它的模態算數 包括了自然頻率 模態陣型跟主題比 像這個得到的是其中五個模態的 自然頻率對應的模態陣型 右邊這個是分析的 這個是實驗的到的結果 可以看到模態陣型物理音階對應的 這個模態陣型其實物理音階上面 是這個結構的位於一個模態陣型 如果我們在同樣的這個音盤 也建構了結構工氣的藕合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構在空氣的狀態的模態分析 一樣我們可以得到自然頻率 模態陣型就是結構的模態陣型 也可以得到音場的模態陣型 那事實上這音場的模態陣型是空氣的模態 那它物理音階其實是空氣的聲音壓力的模態陣型 那有不同於這個結構 結構其實是結構這個板子的結構的位移的模態陣型 所以在結構only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是結構的模態陣型 那在結構空氣的偶爾系統 其實我們會得到有結構跟空氣的偶爾系統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拆開來看 會有結構的位移模態陣型 也會有空氣的聲場的聲音壓力的模態陣型 那如果我們對這個結構實際上去敲擊 當然可以量測到它的聲音 所以有實驗的 那當然我們也做進行的這個空氣偶爾系統 所以可以去預測它的聲音壓力 那在做聲音壓力預測分析出來的這個頻譜 其實會跟前面我們得到的結構的模態陣型 是有關聯的他們有對應模態 那事實上在空氣的聲音壓力的模態陣型 那也是會一個一對應不同的結構模態陣型 就有不同的聲場的聲音壓力的模態陣型 那其實這個顯示的圖定是相當於它的等高線圖 也就是說聲音壓力是這樣子的分析出來的 好最後我們再看這一頁 就是我們做一個綜合比較 那這是同樣我們看到的打擊的聲音頻譜 有Simulation 紅色的 跟Experiment 就是實際上聲音量測的情形 那如果我們觀察它的結構位於的模態陣型 那這是對應的這幾個模態 那每個模態我們有藍色黃色的線 標示起來這是不動點就是結線 那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接近22模態 那如果這個是X方向的話 這是31模態 這是32模態 這是第三模態 那再特別有興趣的有趣的東西來看 我們這個打擊樂器設計是要敲擊中間點 所以在敲擊中間點的時候 其實這種中間點有結線位置是不容易激發出它的聲音的 真正的結合出聲音是這個模態 這個模態 我這三個模態 所以在這三個模態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貝平效應 2348是它174的兩倍 3522大約是174的三倍 所以這是一個只有三個剪斜貝平的音版 那其實是透過模態陣型的設計 所以有這樣特別的形狀 那我們有興趣看的是 那它的空氣模態是長什麼樣子 這就是每一個模態對應的空氣的音場 模態的等高線圖 那更有趣的 我們可以因為是分析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這種聲音壓力的分佈 磨明的動畫 那如果我們來看 有興趣的這三個發生模態 那就是基本上它是上下對稱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往下偏移的時候 這個成一個圈圈在主要的這三個發生模態 那它其實是分析的 就是跟這個模態陣型的特徵是有相關性的 好 那我們這個單元當然 回顧一下 我們來看 第一個我們從 結構only的角度來看結構的模態陣型 好 那當然它就是結構的位移模態陣型 那如果是在結構空氣友和系統 除了結構的位移模態陣型 是讓我們可以得到空氣的聲音壓力的模態陣型 那不同的模態就會有不同的對應的陣型型態 好 那我們當對這個實體結構做進行敲擊聲音的實驗 可以分析可以得到聲音頻補 那每個聲音頻補的風格其實對應的就是 它的有震動模態 不是它的音場模態 好 那更明確的來看它們之間的關聯性 以這個結構音盤來講 因為我們設計是要敲擊中間點 所以主要會發生的模態就是像這邊顯示的 F8 F7 F12 那當然會有背負關係 所以才稱為這個叫簡潔背頻的音版 那從這個位移證符 位移的震動模態 還有音場的模態 那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聲音的特徵 以及很重要的就是這個音版 它的震動模態 以及發聲極致音場模態的關聯性 好 這個單元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有請教主的 我們想看 我們兩個有請教主的 我們可以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